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M大家好,感谢收看Saw呢,是为您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单狗对战EHOMEK的BO3第三场也是这个TI7海选中国赛区A组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直接进入到这个预选赛 那么这场比赛的一个颁选由于又是出现了这种就是进不去游戏的这个情况 游戏进不去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也是没有来得及去看双方的BP 不过呢好在进来的时候双方还是刚刚开始 那么这场比赛开局方面 这个发条这三个反补什么情况 双方的假眼都没有被反的情况下 发条的一个反补应该是反补的三个自己的齿轮 但是他反补这个齿轮是什么意思呢 还行这个位置发条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位置 把自己的兵框了一波 一级EUV买的是一个鞋 所以他可以再赶到前面再去再接着卡这个兵 还可以再卡一轮 来看一下双方讲比赛的阵容吧 这场比赛八岛终于是拿到了一个蝙蝠 而EUK的宁臣则是拿到了一个屠夫这个英雄 那么一号位是抢了一个蚂蚁 这场比赛妖精是打了一个熊战 酱油的位置上是给蒙瑞拿了一个小强 二兵打了一个拉比克 中单的对线的双方则是跳刀的这个美杜莎 去对EUK中单的一个女王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在酱油的位置上除了一个屠夫以外 另外一个酱油位置发了一个树水 抱歉啊 刚才这个位置麦克风摔倒了 麦克风刚才没站稳 麦克风刚才没站稳这块 女王跟中路跳刀的一个对线的话 应该是 跳刀的这个美杜莎应该是占U才对 因为初期的这个对线 女王的由于她的射程问题 所以她一般都是会站在这个秘术一蛇的范围里内 而这个美杜莎在放秘术一蛇的时候 如果女王在往后撤的过程当中 让秘术一蛇弹到了这个远程兵 那么美杜莎的这个秘术一蛇 基本就是一个免费技能了 这场比赛从初期的这个分路对线来看的话 女王现在在对对方美杜莎的一个等级和经济上 在一个补刀上面的一个压制不是特别明显 而且美杜莎随着自己秘术一蛇的一个等级增加 会让这个女王越来越能受在对线的时候 对于美杜莎来说 她现在前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由于中路的这个兵线变多了 就是一波变初期就是四个兵 四个近战一个远程 让她的这个秘术一蛇这个技能 想要去弹到对方是变得更难 所以现在中单的美杜莎一般都会选择 把这个技能的主目标点在对方英雄的身上 就像这样 而不会去祈祷自己的这个秘术一蛇 能弹到对方英雄身上去摊这个伤害 一般都会选择在这个秘术一蛇再等级高一些 比如说三级或者四级以后 再去去点这个线上的目标 这样吧成功率会相当高一些 相对来说高一些 看一下小强从后排绕过来 假装一个穿刺 骗了一下对方的这个blink 这里还是把这个秘术一蛇扔出来了 秘术一蛇这个技能是一个比较讨厌的技能 就是他不会被你的这个技能躲掉 这个技能是无法被躲避的 要注意一下 他虽然是一个有弹道的技能 但是他不像其他的一种弹道 很多弹道的技能 可以被对方的blink之类的技能躲掉 他是无法被躲避的 这里发条被打了一波 还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弹冲击 就像这种情况 这个只要这个秘术一蛇 弹到对方女王身上 然后同时弹到一个远程兵 这个就是一个免费的技能 这戳起来 再去耗一波 那神福呢 则是这个小强赤道的一个恢复 屠夫的装备用前是一个草鞋 在做绿鞋 前期屠夫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 这个勾漂亮 虽然说还是不好杀 会打很长的时间 这里一个C出来以后 还好 对方这两个人 尤其是屠夫 没什么蓝 这里发条过来弹一下 女王 这里人头是让给了女王 强行让给了女王 还好屠夫刚才放了那个勾以后 自己身上是没有蓝了 所以跳到这个秘术一蛇出去以后 并没有给对自己吸回来多少蓝 也是导致自己这一波自己的蓝不够 去支撑自己的这个魔法护盾 我将一后面开的这个女王 是拿到了一个一血 看一下下落 对一后面开的发条一波动手 一后面开这里是开着弹幕冲击 开着弹幕冲击的情况下 这个熊战没办法去追 虽然熊战抬手很快 但仍然还是不好追 蝙蝠过来烧到了好多野 这波 这个野怪好像是被蚂蚁拿到了 我看那个钱是绿色的 这里又开齿轮 直接弹一下 开盛弹 把自己的状态回满 调到这里 这个非常赚 这个秘术一蛇又是非常赚的一个 这个屠夫的一个勾并没有勾咒 现在从游戏进行到六分钟 来的这个补刀来看的话 目前蚂蚁是全场第一 第二名是熊战 这两个人的补刀数 蚂蚁的反补多一些 正补两个人差不了太多 中路的正反补方面 女王的反补也是超了 这个美术沙不少 如果从对线上的这个血量上的控制 还有这个状态上的保持上来说的话 还是 这个屠夫 这个地方应该是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回 导我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二兵 骗了一下 把对方扔上去 然后转身这个屠夫又把二兵给勾回来了 这个地方我们是导我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比较有意思 导我来看一眼 应该是不浪费 二兵这时候把对方屠夫扔上去 如果躲开了这个勾就很漂亮了 这个术士这条命应该是交了 两层油 接着烧 三层油 要不要叠 三层油 差一个平A 这不追了吗 蝙蝠这块 叠油的效率略低 感觉到 瘫了两个平A我的感觉 结果被对方蚂蚁是反过来一波双杀 感觉这波扒倒的这个蝙蝠有点贪自己的平A输出了 没有去快速的去叠油 其实当时早就已经两层油了 他这个第三层油好像是CD没有去卡着CD放 导致这个伤害不够 让对方是蚂蚁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一波跳到来把蒸路对方的线炎给拔掉 下路看这个弹幕冲击 哎呦这个发条还是恶心啊 女王这波赶到下路也是没有能够找到机会 刚才那个地方发条明显是有想法 想把这个熊人给框住的 刚才那种情况下 谁能想到一个 一个树士在面对对方 一个蝙蝠加上小墙的一个 在野区遭遇这两个人的情况下 居然是会被对方给反杀了呀 看一下屠夫 这个地方出勾 这个勾没有中 其实应该先让女王去给毒标的 女王这里交一个大 这里吃一个还是要毒死 哎反补了啊漂亮 二冰这个反补很溜 屠夫的一个勾 又是勾过来了拉比克 但是自己好像是没有来得及 去把对方拼掉 那么自己 不过好在自己完成了一波自杀 女王不定勾过来 也是没有找到二冰的一个拉比克 还是比较机警 在杀掉对方以后 第一时间选择的是 先往这个队友的位置 先靠一下 因为直接往后走的话 肯定要被对方这个女王 给过来收掉的 这样双方刚才这波是屠夫自杀了 然后呢 蝙蝠被反补了 双方等于是都没有让对方吃到自己的经济和经验 来看一下现在9分半的一个经济情况 蚂蚁目前是经济第一 补刀很顺 再加上前期的在上路刚才那波双杀 现在熊战的经济是排在第二 将近4000 妖精这个熊战这场比赛的出装四路是走一个香味 七血明具 然后直接去做跳刀的一个路线 屠夫现在绿鞋在手里 这里有一个蝙蝠 那你一个蝙蝠过来搞这个屠夫 是不是不太合理 这个TP 这个TP取消了 第二张TP亮起来 屠夫这一个勾 对方小八这一波 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被勾到的 屠夫这也还没有到6 跟着这个蚂蚁在混经验 那十分钟还没有到6级 这个数据也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这个 接线书 跳刀这里被给上一个毒标以后 屠夫一个勾 还是勾中了 这一波出来以后 跳刀是把自己的蓝回上来 那还是没有机会去杀 这个我一个不注意下路这里是 熊战把对方的这个蚂蚁给秒了 中路回去就看这个美朵杀 结果下路蚂蚁死了 蚂蚁这波被对方熊战秒掉以后 经济方面的领先优势就是瞬间化为无有 直接被对方的这个熊战反超 以后我们开始的这个发条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去搞成太多的一个事情 作为一个三号位的发条 他现在的经济发育也只能说是非常的一般 蚂蚁这场比赛的一个出场选择的是 假腿天鹰界然后直接去做散尸 这个也是为了专门去打熊战友 另外就是直接做散尸去杀对方的这个 美朵杀的话 前期也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一个输出 对方这个小强上来以后 这儿是提前已经破好了一个针眼 图夫跑到中路这个地方埋伏着准备随时去放钩 对方在这个位置附近并没有眼 看看小强这里逛街看到了这个术士 这个拉比克的站位 图夫这个钩子覆盖不到 这个图夫最远距离也就是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的钩子可以覆盖到这个位置差不多 但是不可能再往下了 调到这个回到中路以后 目前美朵杀的一个经济发育呢 应该说是中规中矩 比较稳扎稳打的一个经济 12分钟4000块 这里破雾了 这一个勾 粉身再勾过来一个小强 这个小强是开皮术士大招砸下来 这里女王再交一个大 直接拿到一波双杀 熊战赶上来以后 感觉熊战这个位置也要死了 美朵杀开一个大救一下 没救下来 还是被女王收掉 女王这波拿到三杀 女王这个 昨天Dungle翻车 就虽然说最后比赛是 因为对方有代打的这个情况 最后是被判复了 但是昨天这个Dungle就是翻车翻在一个女王身上了 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 女王的这个经济 这波也是追上来了不少 而且这个蚂蚁的经济又是重新领先了对方的这个熊战很多 这个双倍的女王 双倍的女王又是上来吓唬了一波跳刀 跳刀现在的等级很高 他现在有11级的等级 尽管女王刚刚完成了一波三杀 但是跳刀现在仍然是 应该是全场第一吧 这个等级 11级的等级 非常非常高 三级的分裂剑 三级的魔法盾 满级的秘书一蛇 一级的打 女王这里过来直接甩了一个毒标 他直接甩了一个毒标 有可能会让对方认为 这个地方是有这个视野的 女王第一个分装面杀做完了以后 下要装备先选择 应该是要先补一个假腿 然后尽快把林肯掏出来 这边俗过来 拉住 拉住 这里直接老死 漂亮 看一下蚂蚁 蚂蚁 蚂蚁这里 在散尸坐抓了以后呢 也是单杀的 不是对方的蝙蚀 大树这里有广告军过来 只能说这广告太不开养了 来我这个几百人的广告间 来我这几百人的直播间 来我这几百人的广告 这场比赛又是只能说这两支队伍啊 说真的这两支队伍这个比赛打的是真的不怎么好看 我现在觉得这两支队伍 就他们这两支队伍所体现出来的这个状态 到了预选赛应该都走不远 这两支队伍他们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太缓慢了 还有这个蚂蚁这波去点了几下 这个美兔莎直接空蓝了 阿姨现在的经济是七千七 美兔沙追五千九 双方的这个经济差跟对方大哥已经拉出快两千的一个差距了 天文巨蛋这个地方扫描了一下扫到对方的人过来 那么自己的人也是一波开卧 上面撞卧 屠夫一个勾 这个咬住 蝙蝠第一时间没有放出拉 看看准备拉谁 这里后排被发条和蚂蚁断了 美兔沙开大 这个时候蚂蚁直接选择是先绕一圈 这里过来留一下小强 小强直接点死 这还有一个蝙蝠 这还有一个蝙蝠 看这个蝙蝠怎么说 蝙蝠 蝙蝠一个连接也是直接带走 这屠夫一个意识勾 并没有预判到对方这个熊蛋的走位 那么这波团杉打完了以后 支支支完成了一波三杀 蚂蚁又是一波三杀 女王三杀完了以后 蚂蚁三杀 这一波团战应该说 打成这波一换三 主要的一个攻城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在发条这个点上 发条刚才在这个团战开始的时候 在双方在这个位置遭遇的时候 发条一个勾勾在了这 然后一个齿轮 把这一片的人全都给分割开了 等于这一块的人撤不回去 这块的人上不来 然后蚂蚁利用自己散尸的一个优势 是装备的一个优势 直接是单体把这个美杜莎给点残了 美杜莎当时开着这个大招 也并不能够赶到前线 这个发条刚才勾过来的一个位置 确实太完美了 能赢FTDA吧 这两队这个状态 能赢FTDA这个 好像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我觉得 女王这里过来以后 给个视野 再点一个平A 再点一个平A 直接A死 又是吱吱拿到这个人头 杀人如麻了已经 看一下蚂蚁又是一个连接 哎哟 这个蚂蚁挡不住了呀 大叔冠军联赛的FTDA什么水平 FTDA 国内介于二线到二线吧 国内算是介于二线和三线之间 偏二线的一个队伍 哎 话说我刚才直播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人反映 这个我这个直播间卡吗 难道你们没有人觉得 我这个直播间卡吗 我这刚才这个上传都忘了关了 难道你们一直没有觉得卡吗 我上传都忘了关了 你们居然没有人觉得卡 太神奇了 好吧 蚂蚁现在的经济在19分钟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700 人头比13比4 双方的经济差达到了6000 这场比赛要说翻盘的话 肯定是能翻 对吧 有美度杀的局大家都懂的 熊战这场比赛 妖精这个家伙 反正 妖精这个选手 他刚出道的时候 感觉这个选手还是相当的不错 很有灵性 凯瑞卫打的也是比较稳 刷起来也是刷的比较凶 但是在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感觉这个选手 他的这个英雄值不升反降 他现在打比赛能赢的英雄就俩 一个TB一个SUN 所以你看双方这场比赛 由于这个游戏又是游戏bug 我们没有去看到BP 但是虽然没有看到BP 仍然可以预见到的 就是以后我们可以这场比赛 肯定是把死问跟这个 TB这两个英雄 要么就是两个他们都搬了 要么就是他们搬了一个 然后呢 单狗这边搬了一个 像这几天 单狗的比赛打下来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但凡跟强队打 妖精想要赢的比赛 要么就是TB 要么就是死问 就这么俩英雄赢过英雄 赢过比赛 其他的没赢过 几乎就没赢过 对TB和死问都给搬了 对吧 我估计应该就是这种结果 妖精这个英雄值现在太成问题 最让我觉得无奈的 就是妖精这个选手 他在从 就是进入到一线队伍以后 到现在为止 他这个英雄池一直是 没有去增加 这边蝠是被屠夫勾过来 但是在此之前 蚂蚁这已经是被单杀了 呃 被这两个人击杀掉了 看一下 这个熊战感觉跑不掉啊 摇上一个巨变 这里弹幕冲击 诶 这个跳刀是怎么用出来的啊 这被发条框在了一起 是如何放出来的跳刀啊 这熊战身上 难道刚才发条 只是把他框住以后 一直都没有打他吗 啊 卡背包出来的是吧 啊 有观众说是卡背包出来的 这个地方我没有注意到 我没有注意到 这个地方稍等一下 我看一只鸡应该是要死 这里小江把这只鸡给偷了 我们这里倒回去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卡背包出来的 要不然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跳出来的才对 看一下这个熊战 啊 还真是 熊战这个位置是把跳刀 放在背包里就卡背包了 卡这个背包出来以后 一瞬间直接跳了 这波还是很溜的 这个操作真的溜 这个我刚才没有去仔细看 这个熊战身上的这个装备 这波卡背包确实溜 这波操作真的是溜 这个卡背包确实漂亮 而且在自己一丝血的时候 刚好这个 跳刀出来 虽然说这波还是走远了 但是 这个卡背包的操作 还是值得去肯定的 美杜莎这里 现在是相位分身斧 那么 经济目前是 补刀是全场第一 但是经济现在是 全场第二 跟对方的那个女王差不太多 不过这段时间 这个美杜莎的经济 还真是没少往回补啊 他之前的这个经济一直都是比较差的 这段时间是已经是追到了全场第二 这个蝙蝠肉是拉住了一个屠夫 拉住了一个屠夫 屠夫这波被秒 以后我们开这段时间 这个节奏稍微有点断下来了 发条这里选择是推推 然后点金 然后装备 看一下蚂蚁身上的装备有什么变化 蚂蚁这里是选择在更新出来 自己的 散尸以后 去出了一个灵肯 小强这个地方是 哎 迈你的这个平A 也没有A度 被对方小8的一个跳刀直接给躲开 双方现在打到24分钟 感觉这个 Dango这样比赛是有一些机会了 开始 因为美杜莎的经济起来了 而熊战的经济现在落后的 也不是特别多 大概就差1000块钱 在对方的大多 这波以后我们可以过来打盾 看看Dango要不要过来 能不能来得及 已经知道对方在打盾了 因为这个眼在消失之前 已经看到了对方进来打盾的这个动作 应该是要开悟过来打一波 因为美杜莎在外面就开一个大招 直接顶着前排的话 你这帮人出不来 美杜莎直接开大往前顶 开大风路口啊 没有去开大风路 这蓝 哎呦 去差一点 这波女王的一个大招甩出来 术士一个大 砸完了以后 这里熊战漂亮 直接找到术士秒掉 看一下这一小强 给上一个穿刺以后 这里屠夫一直在吸引对方 熊战的注意力 熊战这里被给上一个毒标 屠夫一个勾 这么远吗 勾回来 这里这女王在接着给出戳 熊战还在追 没有追死对方的屠夫 这一波女王又是完成了一个双杀 而且美杜莎也死了 这个美杜莎为什么不来 就是直接开着大锅来 封路口啊 调到这波 什么意思啊 这拉比克刚才是偷了一个混乱之计 偷了一个绿火 不刚才自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美杜莎在打肉山团的时候 其实作为抢盾的一方 美杜莎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直接可以开大了 开大走到这儿来 对方里头这些人是没法往外走的 出不来 自己的队友直接过来 想杀外边的人 就杀外边的人 想杀里边的 可以杀里边的 都可以 就是你选择一个队 突破口就可以了 美杜莎站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完美分割 肉山团的一个 一个站位 哎呦 这一波打的 他现在是不可能 去拿这个大招打反手的 拿大招打反手 就是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蚂蚁上了A两下 然后女王一套技能 自己就空狼了 这个大招就很有可能 开不出来 像刚才跳刀 已经是很极限的 把自己的大给开出来了 就是开完了以后 就是空蓝 马上就是空蓝的一个状态 这里套上一个林肯 这里选择是一张TP 哎 这里还是被对方留住了 一个勾勾中 小强跟屠夫 这波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刚才那波团战 跳刀的这个蓝量 掉的有多快 很明显 在这个位置 这能不能 哎 用自己的弹幕冲接 推推过来 留住 你看跳刀这个蓝 瞬间就空 他刚才这个位置 绝对是应该 先手过去以后 把这个路口封住 然后自己的队友 马上跟上来 开始给输出 这个是他们 刚才这波肉专团 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其实已经 而且他们的队友 赶来的时机 并不算晚 这波打完了以后 蚂蚁带盾 这个女王 现在是假腿林肯 加上一个分钟面纱 哎 蝙蝠蝠蝠蝠蝠 这个大招 没有大招 跳上来 又有点僵硬 开一个圣坛 补一下 看看对方 这一波拆塔 好像拆得有点慢 只有蚂蚁 一个人能输出 蚂蚁一个人在输出 这波还是输出得有点慢 这里数是 偷到的这个数是大招 这个是拉比哥 偷到的数是大 又砸了一下 因为自己这个大招 持续时间也快到了 选择赶紧 把这个砸出来 啊 这个位置的这波开悟又是 眼下的一波开悟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开悟的地方 不习惯在真眼附近开悟 这个显示出这只队伍还是有点年轻啊 就这种心态出现这种情况的这种心态 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实力有问题 而是因为太年轻打的不稳健 就是侥幸心理 觉得这波我在这开悟 对方应该没有那么巧在这有这个眼 但是对方就是这么巧有这个眼 蚂蚁是选择最快速的捕利干灭 来强化一下自己的一个输出 下一下装备再去做这个蒙枪 看一下这个小强 小强这波是被勾下来以后直接带走 这个屠夫的一个摇桨勾又是立功了 这个地方也插了一个假眼 还在等下一个勾 还在等下一个勾 出勾 没有中 这个勾的距离不够长了 位置也稍微歪了一点 那么这个眼被对方排掉 但是蚂蚁依靠着自己 现在这个安灭加伞尸 开一个大招过来 把对方的这个塔直接A成一个残血 这也被偷到了一个 偷了一个腐烂 这个屠夫这个地方还是贼 开完肉钩就开腐烂 开完肉钩就开腐烂 就是不让你偷我的这个钩子 这也有差一点 蝙蝠下来 拉住 这里是拉了一个发条 是不是一个大招砸下来以后 赶紧赶紧放技能 但是发条还是被秒了 美兔莎开一个大招 女王在侧面秒掉了对方的一个拉比克 一个布林格跳下来 队友是临时又给添套了一个林肯上来 这两个林肯的作用就是在这 就可以挡掉对方两个技能 美兔莎现在的装备是分身 加上一个林肯下来 装备准备直接去耕一个蝴蝶 不过按照现在双方刷前这个空间来看的话 蚂蚁下来的装备 现在还是打算先去出这个魔龙枪 那他的蝴蝶应该是跟蚂蚁的这个MKB 差不多出来的时间 如果正常情况下 这根盾已经没有了 中路的高地的塔的血量呢 还剩472 大概剩四分之一多一点 小强的下摇装备准备是去做一把跳 没有着急去憋自己的A杖 看看美兔莎的装备 现在应该他可以考虑先去买一个这个闪避护符 但是我估计他应该不会先这么买 他很有可能会直接把钱攒满了 然后再去出 要不然的话 现在如果他先买一个闪避护符挂在身上 对方这个蚂蚁很有可能就直接去转出这个MKB了 这样他的这个蝴蝶就没价值了 提供了一点输出 但是他正面还是跟不住 单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刷钱空间太小了 以后我们可以这样比赛 其实在这个进攻视野的压制方面已经做的不是很凶了 像进攻视野做的凶一点的 就现在应该是在这种位置会有一个眼 就一般来说这种位置会有一个眼 然后这种位置会有一个眼 在上路这种位置也会差一个眼 就是三条线 你不管从哪条线出来 我都可以知道你的一个站位 这里女王过来 这个F居然是被躲掉了 这不是巴倒这个手速还是可以的 美毒杀什么天赋 美毒杀天赋加的是攻击力和攻速 这个基本上是固定的 美毒杀在二层天赋 如果选15%闪避的话 也说的过去 但是由于蝴蝶 基本上是美毒杀的一个必备品 而对方一般来说 肯定会去出一个MKB 去针对你的蝴蝶的闪避 所以这个二层天赋 15%闪避 对于美毒杀来说 在后期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无效天赋 这里上路的二塔高破 以后我们K这里还是在拿着自己的优势 在扩大自己的视野的一个压制的范围 这里过来去看一眼肉杀 肉杀这个杀金时间 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一下 看一看这个肉杀盾 不用在这儿看 一会儿在这儿看就行 两分钟 十分钟的一个肉杀盾 这里是又是杀了一只鸡 夜眼的青史这边又被干死了 看看这个鸡是增加眼 加上两个雾 这两个雾没了 有点蛋疼 而且这个鸡复活的时间 比肉杀刷新的时间要长 这个有可能会是单狗的一个机会 美毒杀的经济 现在已经快要刷到全场第一了 只不过就是自己其他人 现在能起到的帮助太小 这场比赛的 发条已经了一张了 发条已经了一张 那就那就好打了 我刚才在说 这场比赛的一个最主要的分水灵 应该是在发条的A仗 结果没想到发条的A仗已经做出来了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很多人都比较看好单狗啊 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看好英雄K的 A仗都比较看好英雄K这支队伍 他们从 我说句心里话 这支队伍 如果他们能够打得像一支职业队伍一样 在稳健那么一点点的话 这支队伍就算是打 从这个预选赛打出来 进这个天正赛 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A仗K这支队伍真的很强 这支队伍绝对是 在中国所有的新生代的战队里面 我个人感觉是最有前途的一支队伍 而且E HomeK这支队伍是非常难得的 保持了一个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一个人员的稳定性 而且他们其实现在缺少的只是大赛的经验 他们在之前很多的比赛里面 就是个人实力配合团战的处理 还有在这个时机的把握上面都是体现出来的一个强队的风范 只不过就是经验上欠缺了一辆 这个时候E HomeK过来打一波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打的时候 他机正好也是复活 可以过来运一波东西 这个是冰女的西 这个是不是冰女的吧 这个是女王的冰甲 一个配方也是 先提前拿到手里 直接过来打一波盾 这个速度有点快啊 小强没有跳刀 这个蝙蝠KBKB进来 被树直接砸到 这个肉山盾还是成功的拿到了手里边 看一下女王在后边配合自己队友 带走对方的一个拉比克 这个蝙蝠勾 nice啊发掉这个勾非常准 只不过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美毒莎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而且蝴蝶已经做出来了 大招也没有开 这一波看看E HomeK要不要考虑去上高 树实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这个上高难度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美毒莎现在并不硬 现在这个美毒莎真的很好杀 女王的大招还在的情况下 只要破掉林肯上来给上一个 给上一个子愿 这个美毒莎很有可能跑不掉 就在他分身符已经开过的情况下 这很有可能直接被秒的 得开上一个齿轮 不让你的人冲上来 屠夫的一个摇降勾 并没有勾中 对方的这个小强 开了一个皮过来吓唬一下对方 但没有用 中路的高地已经高破了 这个时候看看树实的技能 巨变是三级 女王现在的大招还在 发条的CD又好了 屠夫的摇降勾没有中 这里打一套这个蚂蚁 队友就一手 美毒莎开大 这个时候蚂蚁是强行给输出 强行给输出 美毒莎这个大招往外顶 看一下女王的位置有点尴尬 女王要死吗 不令个出来还是死了 蚂蚁这里的盾还在手里边 这里给上一发照明火箭 树是一个威光加TP 但是对方撒了一个粉 直接蝙蝠拉住给带走 看一下屠夫 这里是偷到了一个巨变 这个拉比克偷到了一发巨变 三级的巨变 这里摇一发 屠夫咬一下对方的蝙蝠 给自己的队友拖一点时间 那么这一波发雕赶紧撤 蚂蚁赶紧撤 还好 这一波是追出来以后 追死了一红黑的三个人 蚂蚁没有掉盾 这个单狗是等于中路高地高破 但是下路高地是守住了 有观众说 下面8天天直播不训练 打成这样 其实也不是不训练吧 因为这个Dougalch战队 他们从舰队到现在为止的时间 应该也就是三四天吧 他们好像Ti7还选 头几天啊 才建队 才刚刚建立自己的队伍 每刷的经济现在刷到了全场第一 这里蚂蚁双倍 双倍到时间了 这个拆 一个人拆这个圣弹速度还是很快 大腿堆加暗灭 散尸 林肯 甲腿加上一个波顿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的是血迹 蚂蚁这个英雄真心出大炮吧 大炮真的是蚂蚁的质变装 没有大炮的蚂蚁跟仙鱼没什么分别 看看这波上高还是想要硬上 因为这个时候单狗是不会出来的了 已经 他们现在已经是确定绝对不会出来跟你俩 现在这个蚂蚁有点扛不住这个美杜莎的平A 美杜莎现在这个输出 虽然说攻击力只有200出头 这里一个勾 勾出来了 速是大招砸下来 有没有技能 好像没有技能 美杜莎开出大招来以后给石化住 但是你这个大招没有了的话 队友怎么办 小强这里中上了一个蝗虫 直接被框中秒 美杜莎没大力高地守不了了 他没有大招 这个就真的守不了了 速是这个大招砸出来了以后 虽然说 速是这个大招本身 没有起到太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定了一手对方 这里屠夫又是一个咬讲钩 没中 你这么喜欢咬讲钩 你为什么不出乙态呢 喜欢咬讲钩的屠夫 直接做乙态多开心啊 他选择做了一个天堂 也是极大的影响了 一下挑刀的这个输出 看一下 这个在这开大 屠夫咬讲钩 又再次勾出来的美杜莎 咬住 这个美杜莎往回弹 推推的时候 还撞到了齿轮上 选择买活 但是买活了以后 发现自己的蝙蝠也已经死于非命 这个美杜莎买活的时候 手里面没有大招 你没有大招 别人不怕你啊 蝙蝠买活 但是下路高地已经高破 这里屠夫落地 直接勾出来 对方的一个蝙蝠 以后这个蝙蝠 蝙蝠看看能不能转过身来 给输出 这里焦盾 女王开兵甲 再去留 下一个咬讲钩 已经有了 再调整一下站位 对方的蝙蝠出来以后 想拉一下 一个屠夫 没有成功 这里一个围光披风 救下来以后 下路高地高破 那么 以后我们开是全身而退 只是交了一个蚂蚁的盾 其他的对手 一个都没死 只交了一个盾 逼了对方两个买活 杀了对方四个人 而且破掉一路 那这场比赛 按照这个架势 看起来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 应该是可以 直接进预选 以后我们可以 进预选的话 单狗又是 只能跑到这个 B组 再去厮杀一番了 这样的话 对于单狗来说 真的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们 这个预选赛 海选的时候 海选的时候 本身就翻车了一次 但是对方被判了 后来因为这个 规则问题被判复 有好像是 据说是带打的问题 被判复 那么他们又是 打了一天的 打完一天的 这个海选 又打了一天的预选 结果呢 倒在这个决赛上面 明天还要再去 打B组的海选 这个压力大了呀 这一波 米兜杀的买活了以后 经济也是落到了 第三秒 那么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兵演 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小强 这个小强被对方带着宝石了 女王带宝石直接怼死 术师这里摇了一发巨变 术师大招也买上CD转好 小强这时候50秒复活 可以直接选择试上高了 这个曾经的成绩 大家用来去欣赏 用来去回忆就可以了 不要去把它完全 当做现在的一个东西去看待 这个东西其实就跟430一样 430以前的成绩难道不好吗 但是430再拿完那个成绩 后来这个状态有多惨 这个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 包括还有像登迪 捞打这些人一样 都是有个非常辉煌的过往的 只不过一方面是年龄问题 一方面是当缺少了梦想以后 这里一个勾框住跳刀 自己推回来 看一下这个蝙蝠 你遮 蝙蝠这个拉太冲的太猛了 这个地方美兜莎开着大招 这个大招出来想救人 又是白白浪费掉了自己的大招 赶紧撤回来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没有大招的美兜莎 对面是不怕你的 徒夫又是一个摇降勾 还是没中 就是一个大招 砸下来以后开始输车 看一下被偷到的是什么技能 拉比克这块偷到了地狱火 但直接被打死了 没有来得及 去搞出来更有更多的事项 虽然说这个地狱火是砸出来了 这熊带也是被点死 美兜莎被打成了一个空蓝 妖精打出了GG 恭喜EHOME K 随着支支支的一个三杀 拿掉了单狗 双方在进行了BO3打满了以后 那么最终在第一个从海选出现的 进入到中国区预选赛的队伍 就是EHOME K 好了 那么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就都已经给大家直播和录制完了 那么 最后这几场比赛都给大家上传 虽然每场比赛中间都有一段时间比较乏味 但是整体的一个效果呢 结果来看的话还可以 好了 其实这个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明天开始又是海选 海选 我看情况吧 海选播播 我看情况吧 后天肯定会给大家播 后天的直播肯定给大家播全天 不出意外的话 好了 这场比赛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三老大叔 咱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